我曾赤诚天真的爱过你 除了伤心难过 一无所得 如干年后我想起 能够说出 我曾赤诚天真的爱过一个人 这是我一生之中 最为骄傲的事情 哈喽小欧伯人大家好呀 欢迎收看 两个人 我是单身多年 但心中有爱的汪汪伯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 一部由全智贤 李正在主演的 韩国经典奇幻爱情电影 处不到的恋人 女主文西是一个漂亮稳健的女孩 一个人住在一座海边的小屋 那里风景有迈空气湿润 面瞧大海 春暖花开 但对于恩西来说 这里太过孤独了 一群人的狂欢 总好过一个人的孤单 于是恩西就带着 为数不多的行李 以及一只叫可乐的小狗搬家了 临走之前 恩西在门口的信箱里 留了一封信 因为恩西的男友 远赴贾罗河留学了 他把自己搬了家以后 男友找不到自己 于是就留下一封信 给下一位住户 并附上了自己新的地址 希望如果男友来信的话 下一位住户能帮恩西转进一下 恩西跟王波一样一样的 是一名富白貌美大长队的配音演员 但跟王波除了配音看电影 就是读书考研相比 恩西的业余生活 就是每天都在想念 那个留学的男朋友 但是自从他男友走了之后 除了恩西刚搬到海边小屋的时候 收到过男友的来信 后来就再也没有得到过他的音讯 恩西从小屋搬走不久 房子就引来了新的主人 程浩 程浩给这个房子 学了很有诗意的名字叫 龙 嗯 程浩在搬来的时候看到了信箱里的信 但是却并没有太在意 他以为这是上一个住户的恶作剧 毕竟信上写的日期是1999年的12月 而现在才刚刚1997年12月 程浩觉得好奇 在出来买烟的时候 特意问了一下老板 关于小屋上一个住户的情况 可老板却说 那房子是上个月才建好的 你是第一个住户 程浩回到小屋 发现一只小狗也跟了过来 程浩心生怜悯 就把他留了下来 还亲手给他做了一个狗窝 在粉刷狗窝的时候 程浩不小心踩翻了油漆桶 小狗踩着油漆跑回屋里 留下了很多小脚印 程浩突然觉得这一幕似曾相识 因为恩西在那封信中提到过 说他当初搬来的时候 门口就有爪子印 但他一直没时间弄掉 时间久了也就习惯了 程浩有些不解 这脚印明明是踩印上去的 血性的恩西怎么会知道呢 于是程浩就给恩西回了一封信 他说自己是这个房子的第一个住户 恩西的信可能是记错了地址 另外程浩还强调了一下 现在是1997年 不是1999年 恩西收到程浩的信后也很吃惊 1997年 现在不是1999年吗 怎么会有来自1997年的信呢 恩西没有当回事 跟程浩一样 他也以为是谁在跟自己开玩笑 很快到了年末 恩西在闺蜜的漫画店帮他看电 他看着电视里的跨年倒计时 忍不住跟着一起笑了起来 可笑过之后又变得有些凄凉 新年的狂欢 只是让自己显得更加孤单 想要一起跨年的那个人 此时却不在身边 这天晚上正在家里躺着的恩西 发现外面下起了大雪 他想起两年前也有这么一场大雪 那时候自己跟闺蜜玩得很开心 两个人还都得了重感冒 恩西翻看了一下相册 发现下雪那天是1998年1月10号 他突然想到了程浩 如果他真的在1997年的12月 那么过不了多久 他就能看到那场雪了 于是恩西就给程浩写了一封信 告诉他再过几天就要下大雪了 还嘱咐说千万别感冒 果然在心断另一头的程浩 到了1998年的1月10号 这一天 虽然天气预报没说有雪 但还真就在夜幕降临时下起了大雪 程浩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连忙给恩西回信 说他简直是个预言家 跳狼儿一跳一个准 为了弄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程浩就按照恩西信中留下的地址 找到恩西所在的地方 只是程浩所在的这个时空里 恩西住的公寓还没有建成 程浩一时间有些难以置信 他开始相信恩西是来自未来 但现在的问题是 如果两个人处于不同的时空 相差两年的时间 为什么自己和恩西身边的这只宠物狗 会是同一只呢 同一只狗 怎么会出现在不同时空的不同地方呢 两人写的信 又怎么会去到另一个时空呢 为了验证两人的想法 2000年的恩西 也再次来到了这个海边的小屋前 这一次 他摘下了头上的发箍 放进了那个邮箱 神奇的是 当98年的程浩打开信箱 还真的在里面看到了恩西的发箍 当程浩拿出发箍的那一刻 2000年的恩西这边 发箍还真的消失了 此时此刻 两个人终于明白了 这个信箱 就是两人不同时空的时间交叉点 2000年的恩西和98年的程浩 可以通过这个信箱进行物品传递 诶 等一下 我突然有个大胆的想法 2000年的恩西把发箍放进信箱里 98年的程浩就能收到 那如果把这个信箱弄达一点 恩西钻进信箱里 两个人冷不冷就见面了呢 是不是就冷面鸡了呢 咳咳 说回正题 反正就是从那以后 那个拥有神奇魔力的信箱 就成了两人交流心事的载体 就像是时空穿梭机 2000年的女人和1998年的男人 分享着自己的心情 这天 许久都得不到男方回应的恩西 鼓起勇气 给远在扎鲁河留学的男友 打了一个国际电话 带领他莫有想到的是 电话那头传来到 却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 恩西的心 哗嗒一声就疼起来 他知道 那个扎思木想的男人 一定是他屁腿了 果然啊 百日夫妻终究挤不过进水楼台 恩西很伤心 他摘下两人的定情戒指 丢进了鱼缸 正好知道后 就叫他用美食来治愈伤感 寒江孤瓶 江湖故人 相逢何必曾相识 在承浩的开导下 恩西的情绪也渐渐好了起来 他把和男友有关的东西都收了起来 就一度留下了一张两人的合影 毕竟礼日夫妻 百日恩 日久生情很难分 晚上恩西正在家录音 录音机却出了故障 恩西突然想起 自己在1998年的那一天 在车站弄丢了一个录音机 他希望在98年的承浩 能帮自己找回来 承浩得之后 立马赶往车站 如果他能早一点 说不定就能在车站遇到98年的恩西 只不过他还是往了一步 当他赶到时 恩西已经离开了 幸运的是 他捡到了恩西遗失的录音机 回到家后 承浩通过信箱把录音机还给了恩西 恩西很开心 作为报答 也给承浩送了一份礼物 一只鱼和一个耳罩 喂 你看 这种操作是不是就像我前面设想的那样 信箱能传递发箍和录音机这些物品 如果你把它弄大一点 他自己钻过去 不就能吹过去 你俩不就能见面了吗 终于承浩也突然觉得 网络一线签 珍惜这份缘 彼佑不得爽 面积爽翻天 于是承浩打算去见见 跟自己同一时空的恩西 看看这个跟自己天天通信的女孩 到底长什么样 终于 他在车站再次遇到恩西 与自己同一个时空的恩西 正在路边等车 为了引起妹子的注意 承浩就戴上了恩西送他的耳罩 不停的原装咳造 那样子让一旁的恩西忍俊不禁 虽然两人没来得及说上话 但能看到他的笑容 承浩就已经很满足了 因为两人最近都经历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所以他们决定用自己的方法 给对方带去快乐 在两千年恩西的指示下 承浩来到游乐场 学着恩西的样子 喝下一罐啤酒 然后先坐海盗船 再来一把过山车 感受了一次跟恩西同时 肾上腺素飙升的快乐 而恩西则在承浩的指引下 走了一遍他常常走过的小路 还在一家承浩长区的小店 品尝了一杯他封存的红酒 就这样两个人的感情越来越好 有大以上恋人未满 终于承浩提出了见面 是的 九八年的他 想跟两千年的他见面 那么问题就来了 怎么见面 难道真我说的那个方法 钻过邮箱穿越过去吗 很显然 编剧的脑洞没有我的胸大 两个人做了一个计划 那就是 两千年的恩西指定一个地点 在那里等待两年 两年后 1998年的承浩 就会来到两千年 并在那里遇到恩西 于是恩西就选定了一个 他很喜欢的地方 并约定下周六在那里见面 只是这个时间 对于两千年的恩西来说 只是下周 可对于九千年的承浩来说 却是两年的时间 恩西在约定时间 来到见面的地点 发现那里有人正在盖房子 恩西曾经和承浩说过 他的梦想 就是能在这里 盖一座属于自己的小屋 日出而坐 日落而息 恩西走过去 发现设计图纸 居然是出自承浩之手 因为他曾在搬走后 回到那座海边小屋 并在屋里 看到过这个图纸 负责盖房子的人告诉恩西 这栋房子是设计师 为他最爱的人设计的 只是恩西并不知道 陈浩说的那个人就是他 这天 恩西在工作的时候 无意间听到其他人 在讨论结婚的事情 原本平静了内心 再次泛起涟漪 恩西抑制不住 对男友的思念 他觉得自己像是 要被撕裂了一般 恩西觉得 如果当时男友 没有远赴贾鲁和学习 现在的一切是不是都会不一样 于是 被悲伤冲昏了头脑的恩西 立马给陈浩写了一封信 希望他能够在当年 男友要离开的时候 去阻止他 陈浩看到信以后 心里很难过 他再次来到车站 刚好看到恩西正跟男友 在一起有说有笑 幸福甜蜜 陈浩由于片刻 他决定答应恩西的请求 与此同时 在2000年的恩西 突然遇到了男友 他说当初他一个人在贾鲁和 总感觉很寂寞 很难耐 总想找个人去释怀 所以他才会把持不住 找了别的女人去开怀 做把贾鲁和畔的碎花当真爱 如今想通终明白 想跟恩西爱重来 恩西听着这些话 终究明白渣男终究是渣男 但自己对她的爱意 还上她无法释怀 所以面对男友的负荷请求 恩西不置可否 回到家 恩西收到了陈浩的回信 陈浩说 自己愿意帮助恩西 阻止男友出国 因为他觉得认识恩西 是他一辈子最幸福的事 当初他搬来这里的时候 恩西曾经给过他一份祝福 现在他想把这份祝福还给恩西 现在最后 陈浩还跟恩西做了告别 希望他永远幸福快乐 恩西看着陈浩的戏 感受着只要你过得好 我都不重要的情愫 恍惚间就来到了陈浩读书的学校 在这里 恩西看到了陈浩设计的海边小屋 学校的工作人员告诉他 陈浩已经在两年前去世了 死于车祸 而他的设计中所指的真爱之人 就是恩西 震惊之余的恩西突然想起 在1998年 男友准备出国之前 他和男友坐在咖啡店 商量着出国的事情 对面一个陌生的男人 直咯咯地看着他 向他走来 可是一瞬间 横向驶来一辆车撞飞了男人 男人倒在血泊之中 却一直深情地望着自己 流下了眼泪 是的 那个出了车祸的男人 正是想要帮恩西 去挽回男友的陈浩 直到真相的恩西 联盟打车来到了 那个海边的小屋 并给程浩写了一封信 让他千万不要去阻止男友 千万不要到那个地方去 恩西一遍遍地 不断地乞讨着 希望程浩能看到这封信 希望能阻止悲剧的发生 故事的最后 在1999年的12月 也就是故事一开始 恩西要从海边 小屋搬走的这天 程浩突然出现在恩西的面前 是的 98年的程浩 收到了恩西的来信 没有去阻止恩西男友出国 也没有发生车祸 而是成功地活到了今天 他从怀里套出了恩西 留给他的第一封信 然后对恩西说 嗨 有没有兴趣 听我讲一个很长的故事呢 然后电影到这儿 就彻底结束了 这是一部上映于 2000年的韩国电影 网上评分7.9分 作为一部韩国爱情片 他将唯美的画面 与优美的音乐 做到了完美的融合 虽然今天看起来有些俗套 但是依旧很经典 所爱隔山海 山海皆可评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 经历这般奇幻的爱情 但也希望我们每个小伙伴 都能在现实世界中 获得挚爱 携手一声 啊 江湖传言 关注拉关任 并疯狂给这条视频点赞 就一定会得到好业 嗯 那我试过了 好啦 今天的解释就到这里吧 我是经过京城 但已久单身的娃娃 我们下期 不再不再爱你们哟